双方一见面火药味十足啊 这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啊 我给没给你机会 我跟你好好说 你自己不珍惜 你现在说别的有用吗 我都记得我来这时候跟你说啥 我就这样说 我就这样放给你知道吗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 谁跟你胡搅蛮缠呢 我给你多少时间执行了 你珍惜这机会了吗 我申请强制执行又给你多少钱了 我没有钱我跟你说 我给你发信息没 我说没说我现在 有效用问题给你 你是要钱的还是要要我死掉的那什么呀 又没说不给你这钱 我房子卖了 从夏天到冬天 你房子一停都找多钱了 还怎么给啥呀 随便如大房随便给他房子 我这个事说 不要脸到鸡翅了 你这什么呗 就是这么闹 我这钱肯定是没自己 不要这样的 别人都在给你机会 你不要 机会不是用你给我的 法官给你了 你也不要了 吵架归吵架 该解决的事还得解决呀 还是得唠唠还钱的事 就是你现在没有钱给不了呗 对 12元不能给 好了没有钱 我是跟大宝座的手 沈思文坚称没钱 可是在小李看来 沈思文尚有一套房子在呢 要说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他可是万万不相信呢 所以小李的意见就是 如果当天沈思文不还钱 就申请拘留 沈思文虽然不签字 可是并不影响接下来的拘留 但是还没等执行法官把沈思文带下楼呢 他的情绪却越发的激动起来 要钱要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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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会儿你来一会儿 走走走 看录像 给录像 来 给录像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给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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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 根本不录像 给这个地方 给这个地方 做脑子 看这里弄 你咋太大了呀 做一会儿 喜欢一会儿 做一会儿